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云山景区目前正常开放 门票每人二十 我们现在就去购票 进入景区 左手边便是白河峡谷路口 龙云山是一个小众景区 面积不大 景区可谓山环水豹 中林敏秀 春季山花烂漫 夏季风泉蝶泳 秋季瘦果飘香 冬季雪崖松白 走过一段悬崖站道 左手边有一个上山路口 但是我们不从这边上山 待会从这里下 白河现在没有全部洞结 这里只有靠近岸边的地方洞上了 中间是奔流不息的河水 水流还比较湍急的 掉下去应该能把人冲碰 景色很美 许多游客都在拍照留念 看一下龙云山这边的山峰 靠近云蒙山一带 所以山上遍布花岗年巨石断崖 左手边这里有一个可以下河的路口 但是我们计划先沿着右边土路 去往另一个登山步道路口 爬完山返回这里再下河踏兵 穿过一个小隧道 里面黑洞洞的 随后在总里程1.2公里 用10-20分钟 右手边到达龙云山登山步道路 从面前这个小房子处上山 这边的步道感觉年久失修 台阶智力破碎 像是废弃了一样 坡度还挺陡的 比较剧烈的一个爬升 碎石多 注意防滑 右手脚并用爬上一个小断崖 顺着这条铁管爬完斗坡 前方已经基本上就到达龙云山山本了 感觉这山没多高呀 龙云山山顶有一个小水库 目前已经完全冻结了厚厚的冰层 这里是龙云山最高点观景台 海达400米处看下面的白河峡谷 两岸山是高耸 峡谷深切 太壮观了 顺着山脊往回走 准备返回第一个的那个上山岔路庄 登山步道修建在悬崖边陨 到达另一观景台 向左回看那边的村庄 四合堂村 走上一处花岗岩岩石斜坡 开始下山 部分岩石上还有积雪 注意防滑 岩石摩擦力很大 速降下去 像是恶虎辈 但比它更缓更安全 汇入山谷里 旁边还有一条冰溪 看着水量很充沛 山谷下方有一处很小的冰铺 看到旁边有水管 断定是人造的 总里程2.9公里 用10亿小时多一点 返回第一个登山步道岔路口 右转走一小段重复路线 现在下到白河冰面上正式开始踏冰 穿戴好冰爪等装备 这里的冰层透明 可以一眼看到水底 这边的水貌似也不深 冰冻结得非常牢固 完全不用担心雨掉冰窟窿 冰层下时不时出现冰气泡景观 像一串串葡萄一样 今天来白河踏冰的人非常多 有很多户外团队 还有很多带小朋友来玩的 打冰球 滑冰车 玩得不易乐乎 来到了一处没有冻结的地方 看看流水 水流叮咚作响 悦耳动听 眺望远处的小房子 刚刚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踏山的 去吧 玩了一小会儿 继续冰上行走 今天我们要走完白河全部徒步路线 一直走到青石岭村那边去 然后再坐别人车返回七点去取车 北京白河峡谷全长一百三十余公里 是从白河堡水库流向蜜云水库的河流大峡谷 与永定河观听峡谷和巨马河峡谷 并称京都三大峡谷 原始风貌保存的相当完整 看一下旁边雄围挺拔的断崖山峰 像一名狼手阔步的战士 踏过一片暖石滩 石头是活动的 上面有积蓄 小心不要扭伤脚望 再次回到冰面上 这里遇到了正在休息的月兔团队 人们玩得很嗨皮 一片散发着墨绿色的冰面 有可能是下面不知名的绿色藻类 所映射出的颜色 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前方河道被东西拦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没冻结牢固吧 走左边小路上岸 原来是龙云山景区的界限 绳子后面就正式出景区范围 钻过绳子继续朝青石岭前进 总里程6.2公里 用10两小时 到达白河峡谷的第一个大幅湾 地图上看呈现出马提醒 继续往前的告示牌提示 已经进入了云梦仙境景区 河岸边的路也变成了能走出的基根路 前面听说还有几个营地 这里的冰面感觉更加纯洁 清晰看到河底的乱石 还看到一条条的小鱼 冰层晶硬剔透的 绕过白河马蹄大广湾 旁边河滩处就是一处营地 有游客搭站我们 更加湍急的水流 河水分流不息 泛起白浪花 部分地方还形成一个个小雪窝 继续前进 前方突然发现了冰铺 总里程9.3公里 用石进3小时 到达白河营地冰铺处 这里也是白河峡谷第二个大幅湾 这些冰铺并不是自然写成的 而是人工浇水之作的 目前水管还在喷水呢 虽不是自然的 但还是挺漂亮的 树枝上也结上了一层冰衣 路过一处滑雪场 这里的冰雪也都是人造的 一段时间后 在另一处滚湾 路过了电影《让子弹飞》的拍摄 这边山上花岗岩巨石更多 景观很震撼 距离青石岭村不远了 小路变为水泥路 白河峡谷已经基本上徒步完成 现在进行总结 本次徒步共计12.8公里 用13个半小时 累计爬升只有250米左右 路线全程都没难过 如果要来白河踏冰 推荐带上冰船 毕竟冰面还是很滑的 攀登龙云山的步道有些动强 需要注意安全 白河峡谷景观好 大家值得一来 到达青石岭村 行程全部结束 现在去取车 谢谢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